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欢迎大家来call in我们的电话 02-2363-9955 第一通是聊天 第二通也是聊天 第三通的朋友获得这件T恤 如果你是人在大陆的大陆网友 大陆的听众 你打进来的话 我们加送你一支飞碟电台纪念表 好不好 纪念表也特别谢谢我们大陆的朋友 也非常的捧场 好 事不宜迟 第一位是谁 你好 你好 慧文兄 你好 你应该是第二个打来的 对啊 结果是第一通吗 那你这样不行 这样子我刚好挤满两次第二通 两次第一通 你有两次第一通吗 对啊 我总共打进去三次 前面两次是第二通 然后最后一次是第一通 然后这次又第一通 所以你已经两次第二两次第一了 对 好 再见 那那个 那个 我那个跟大家问好了 大家好 我是台北许大明 对 如果听不出来你声音的人 应该是不常来的才对 好啦 妈我打进去了 OK 好啦 不耽误时间 等一下啊 好 你要先先唱个两句啊 哦 来 呃 不是啊 大明 你一定要是唱最难的啦 前面那种简单的不用了 副歌来 副歌哦 副歌是从哪一句开始 看哪偏地开了梅花 有土地就有他 再来 冰雪风雨他都不怕 他是我的光荒 谢谢 美花美花满天下 好 谢谢 谢谢大明 拜拜 难得我同学打进来 算不用合唱一下 不是不是学校的同学 他跟我同年啦 那大明兄已经累计这个 第二通打两次 第一通打 就是打不到第三通 第一通跟第二通都没有奖品 这个实在是比较伤感情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谢谢大明兄 来来来来 我们让这个 当然这个 刚刚新加坡朋友说 我新加坡的打到第三通 有没有手表 没有 因为我们手表剩没几支 这点请大家那个 你好 你好你好 来来来来 我们换下一位你好你好 喂 欢迎哥你好 是您住哪贵姓你好 弟子必姓林 林先生 恭喜你是第二通 你好你好 谢谢你的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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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限量是残酷的 所以 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 都是随机的 那我们没有任何的 这个什么 接到谁就是谁了啦 好不好 一切都是 叉叉的安排 好不好 你好 你好 喂你好 是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住永和 嘿 嘿 永和贵姓大哥 范 范先生 来范先生 恭喜你獲得我们这个 纪念的T恤 谢谢你 恭喜你 范先生 那个电话不要挂 电话不要挂 来来来来 我们这个 永和的范先生 嘿 这个大明兄 打得早不如打得巧 人家就人家就刚好是第三通 嘿嘿嘿嘿 细子林先生 买个乐透啦 乐透有中就有中 没中也是做个公益 好不好大明兄 你累计两次第一通 两次第二通啊 这太可怕了 这个这call in的这个 好 这个恭喜永和的范先生 大陆的朋友 这个下个月再来 好不好我们那个纪念表 因为不多 剩下不多 这个衣服是还有 这衣服撑到明年应该 因为我们一个月才送一件 撑到明年应该是没问题 那如果我们我们电台有这个更更新的这个 这个纪念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 呃 再再来送给大家 因为很多朋友的这个 呃捧场 那也很多 我们像这个 刚刚在前者节目 就叫新加坡的朋友啦 大马的朋友啦 呃 尤其是大陆的朋友 特别的感谢 其实是让大家看笑话 看笑话 我真的觉得 呃 特别这一个月以来 包括从三级警线来看到我们 这个 这个 这个国家的脆弱 其实我是很痛心的 好 昨天柯文哲呛中央 他说 哎 疫调有漏洞 你怎么一年都没发现 骂得好啊 可屁骂得好啊 那这一年多以来台北市长是谁啊 你你有什么资格去讲中央呢 疫调有缺口 你说中央一年多都没发现 那你也没发现啊 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中央 那你不是台北市长吗 你看这个多好笑 今天这个指挥中心的庄人想说 哎我们的检测量能充足 真是不要脸啊 不要脸 人家广州的火眼实验室 一天可以验210万 一天210万 我们全国一天验5万 你这样跟我讲说 检测量能充足 你看这两天在炒那个残剂 有没有 就是你开了这个疫苗之后 这个 这个疫苗剩下 可能是那一品可能剩下这个 一针或两针 然后没有的打这样子 那你不是超前部署 我们已经打了100多万剂 有多少的残剂已经丢掉了 指挥中心 连谈都不敢谈 所以超前部署是骗人的 不要再被绿美洗脑骗了 我们根本没有超前部署啊 有多少残剂被丢掉 有多少人去钻肉洞打那个残剂 乱七八糟 我们真的是处处都不如人啊 不要再自己骗自己的 实在是 好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蔡总统的这个支票 这个疫苗的支票 倒数36天 那日本呢 今天宣布再捐给我们台湾 100万的AZ 难道这个朝野要再谢谢一次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日本美国跟 这个立陶宛送我们疫苗 我都不感谢 我可以一个一个讲 但是我没有时间 我告诉你 都不用感谢 不用感谢日本 不用感谢美国 也不用感谢立陶宛 笑死人了 好 我们之前的标题 这是阿智做的 阿智再大一点吧 好吧 这有点小嘿 如果你是日本人 你看得起台湾人吗 如果你是日本人 你看得起台湾人吗 好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看不起台湾人 我是打心眼里看不起台湾人 那日本呢 他不打1.2亿的AZ 他捐给台湾越南菲律宾泰国 印尼跟马来西亚 因为日本不打 他买太多了 他买的太多的AZ 他买的1亿2000万 结果他们不打 所以知道拿出来送人 那他第一批的货是3000万计 3000万计 我不知道他怎么送 好 那如果日本送给韩国 你觉得韩国会怎么怎么处理 这个我刚在前这节目里面 我有提到 我说如果日本要送韩国AZ 韩国会感恩的收下 还是郑重的婉拒 那我们聊天室的朋友 我们现在进行这个网络的投票 如果日本把AZ疫苗送给韩国 你认为韩国会感恩收下的 请你打3个1 你认为韩国会收下 说谢谢日本 就像我们这样子感恩戴德的跪下来 感谢这个日本 你觉得韩国会感恩收下的3个1 你认为韩国会 挽谢挽拒的3个2 好不好 来这个我们的网路投票 请这个 我们的网路是当掉 对不对 应该是当掉 好 没关系 我们待会再来处理 你认为南韩会怎么处理 南韩会感恩的收下3个1 南韩会郑重的挽拒3个2 这个是民进党立委 这基本上就是说谎习惯 这个人是王定宇 这个非常的糟糕 他说日本的疫苗不充足 还愿意送台湾 我刚不是前面讲的吗 他一亿两千万的AZ日本是不打的 那日本凭什么不打一亿两千万的AZ 你日本采购BNT买了快两亿啊 一亿九千四百万啊 他买了将近两亿的BNT啊 他莫德纳买了五千万啊 够啊 所以他不打AZ啊 他这些疫苗他一个人打两剂都够了啊 不可能全部打完吗 因为日本之前因为 其实这个讲远啊 就是日本啊 他们之前有些疫苗 不是这次新冠肺炎的疫苗 日本啊 他们之前有相关的这个这个诉讼啊 跟这个疫苗啊 注射接种有关的诉讼 然后法院是判这个这个生计啊 就日本的这些药厂是败诉的 所以对日本的这个这个相关的产业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嘛 就没有人要做这个疫苗啊 做疫苗被告到法院去 然后还输 还赔很多钱啊 大家就却步了 其实日本的这个生计的 这个整个实力是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 非常的厉害 但是就是我刚讲的 因为他们之前的一些官司啊 诉讼啊 那判决对生计业者是不利的 所以他们就不敢 不敢往这方面去做 但是日本到今天 他还是自己继续在发展 他自己的这个 国产的 他们国产的这个疫苗 那他买了1.94亿剂的BNT 买了5000万的莫德纳 这个民进党立委王帝宇 你为什么说人家疫苗不够呢 假新闻假消息 好我们看这个大陆 所以我刚在前日的节目说 我们对新加坡的朋友很不好意思啊 好我们没有资格跟新加坡比 那拿台湾跟南韩比呢 也很不好意思 我们也没有资格跟南韩比 好所以我刚问大家说 你如果是南韩 你觉得南韩会感恩收下 还是郑重的玩具啊 好就是这样子 好那这个那我们现在跟大陆朋友也必须说抱歉 为什么呢 因为有在厦门跟四川有发生好几例 是我们我们台湾入境大陆确诊的 确诊的 被人家揪出来好几例 那其中还有六个 特别从厦门那六个是我们这边确诊 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台湾被这个验出来确诊的人 那他在隔离之后 他的检测是阴性了 然后呢他就搭飞机跑去厦门 好就跑去厦门下面一测 所以你还是确诊 因为两边的两岸的这个 呃这个CT值的标准不一样 就陈时中说正常 我们的指挥官竟然说正常 陈时中你你真的是很糟糕啊 你怎么会讲正常 好天呗你想想如果是大陆入境台湾确诊 绿媒跟三明治会怎么处理 你你们这些叉叉你们从大陆哪边飞过来 哦你们确诊还来你们很不要脸什么 一定把人家骂的狗血淋头啊 一定的了 想也知道你看去年的武汉包机一个发烧 飞机上200多个人了一个人发烧 哇大家就开始啊 你是不是偷吃什么退烧药啊 怎样你是不是怎么作弊啊 那是我们的人呢 那是我们台湾人呢 大家拼命骂 哎你就你怎么把病毒带回来什么 你看去年齁 我们多少台商回来 好像那个那个金巴黎舞厅那个吗 好那你们怎么把病毒带回来 啊然后台商隔离大家就各种异样的眼光跟里里长抗议啊 好叫他们滚回大陆去的啊 绿色的电台讲什么你还记得吗 啊你们在大陆吃香喝辣的你回来干什么 哦我真的看这绿色电台 我真的都一条就会 我们有多少的GDP是台商 我们的台干在大陆赚回来的 那你这样讲人家说哎你把病毒带回来 结果现在是我们把病毒带去大陆啊 然后诚实中就这个很正常啊 好难怪大陆的朋友说呼吁啊 停止飞台湾飞过来的班机 来我们先进广告 飞的晚餐我是陈辉文 听众们先不用打 因为我们那个T恤已经被永和的范先生抽走了 那我们的call应要六点半才开始 先让我再讲个这个几分钟 所以大陆朋友呼吁台湾飞过来的班机停飞 我也赞成啊 不是你就是我们的标准比大陆宽松 我们认为已经没有传染力的 我们认为不算确诊的 可是大陆他们认为说这是确诊啊 我们的标准比世界各国都来的低啊 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真相啊 今天联合报写致死率 中国时报写确诊黑数指挥中心都反驳啊 他都有备而来图表都做好了 哎这不是这样这不是这样 他反驳指挥中心是不能被批评的 不能被质疑的 我们的致死率不是全世界 全世界平均2.2啊 我们4.5这样 这样是是怎样 全世界的致死率是2.2% 我们是4.5% 那就承认了 确诊黑数是陈时中在立法院讲的 他说有些分母没塞出来 这陈时中讲的啊 你干嘛否认呢 我跟你讲 民进党执政会把台湾害死就是这样子 真功伟过 粉饰太平了 你不要封城 你不要普筛 疫苗还没来 我看你怎么解封啊 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去防疫呢 大陆不是示范给你看了吗 你就应该 该封的就封 没有什么叫做广塞啦 侯市长 侯友宜一直讲广塞 广你的头啊 没有什么广塞就是普塞 通通抓来验 通通都是PCR不用再快塞了 快你个头 通通通通PCR 政府出钱啊 奇怪 我们政府这么有钱 为什么 去那个什么 去隔离什么 还自己出钱 我看不懂啊 人家大陆都不用钱啊 为什么我们自己人要出钱 人家验个PCR 如果他们自己要出国的PCR 一次才几百块 我们要几千块 人快塞也是一样啊 人家卖多少钱 卖几十块 我们要卖几百块 台湾人真的是潘啊 政府的无能 造成我们这样做潘啊 做到这样 真的是来 我们看这个纾困 那本来纾困我们受惠 这是733万 现在微调变成820万 那纾困增加到820万 可以受惠呢 其实拿到也不多 要嘛就1万 或最多到3万了 那呢 等于说有1500万人 是漏接的 那这些漏接的人 你要撑到7月12 这个联合报经验 这个照片非常好 本来啊 这个停止营业是从 到5月28 然后改成到6月14 又改成到6月28 一直改 一直改 三期经验 一直演一直演 就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政府的无能啊 这个不是天灾 这个是人祸 我刚讲那个残忌就是这样子啊 啊 你不是有天才IT大臣 不要自己在骗自己的 你连残忌都搞不好 浪费了很多 丢掉就丢掉了 那你都没想到嘛 你不是告诉我你超前部署 你不是全世界防疫模范生 不要再自己骗自己的啊 好 那连续两年贷款的上限 都是10万 这合理吗 我问大家 去年的疫情比较严重 还是今年比较严重 郭文兄你问这废话 当然今年比较严重啊 那我我再请问你 去年疫情没这么严重 去年发三倍券嘛 对不对 那请问今年发什么 去年不是发三倍券吗 今年什么都没发 你说蔡英文会执政吗 啊我是不是之前就在节目里 在疫情还没爆发之前 我就问大家 请你告诉我 蔡总统的政绩是什么 你讲啊 叫你讲政绩 讲政绩 讲政绩 你就是讲不出来啊 你就说不出来啊 那我投蔡英文 我不后悔投蔡英文 她的政绩是什么 就讲不出来 她就是不会执政啊 会选举会奥波 她就是不会执政啊 你去年带十万 今年又带十万 一点都不合理 今年比去年严峻一百倍 空心菜她是不知道的 好 你看疫情差那么多 我问你去年有三级警戒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去年跟今年的纾困的钱是一样的呢 那不是很好笑吗 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你去年纾困三万 今年也是三万 可是今年比较严重 为什么还是三万 蔡英文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去年贷款啊 一开始讲五十万人 结果是一百一十万人去申请 最后核准九十一万 一开始说五十万的名额 一个人带十万这样子 结果是一百一十万个人去申请 今年一开始又五十万 你这政府怎么那么笨呢 去年一百一十万人申请 最后核准九十一万 你今年一开始又是五十万 我跟你讲那是故意的 他要玩一个说 我这个亲民爱民 我立刻加码 这么多人来申请我来加码 他要做那个假象 结果今年申请的已经截止了 到六月十九截止了 去年是一百一对不对 今年是一百一十七 多了七万人 是不是多七万人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今年申请贷款的资格是比较严格的 结果人数还多七万 你看有多少人没有带到钱了 我刚前面算给你 有一千五百万人是漏接的 你是不是漏接的人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我们昨天call in那朋友 我都什么都领不到 有一千五百万人将近三分之二的人 是没有被政府紓困到的 我也不晓得政府在干什么了 好那三级警戒一个月 当时国民党建议普发一万 你还记得吗 结果苏贞昌跟柯文子都反对了 好这个也就是不食人间烟火 我也不晓得柯文子在反对什么 又不是又不是花你的钱 你我不知道你是你反对什么看不 好三级警戒一个月 国民党建议发一万 结果被打枪好 那我请问你 三级警戒两个月 应该发几万 那慧文兄你的数学也不怎么样 三级警戒一个月 一个人普发一万 现在三级警戒将近两个月嘛 对不对 从五月十五五月十九到七月十二 将近两个月我们就算他两个月 那当然应该发两万 你警戒一个月发一万 那警戒两个月不是发两万吗 怎么蔡英文 苏文汉你们连这个数学都不懂呢 很多人没有钱生活了 是要讲几遍 所以这个政府很冷血啊 他比较在意拜登的狗啊 他比较在意美国总统的狗死了 这个总统实在是太烂了 去年发三配券 今年什么都不发 去年不是发三配券吗 那为什么今年都不发呢 那到底 我刚讲嘛 到底去年的疫情比较严重 还是今年的疫情比较严重 你做总统的你不知道 你蔡总统 他只敢跟 绿色的媒体连线 他不敢跟我们连线 为什么 他都要听好听啊 哎呀主持人不要突袭我 哎呀不要问太难了 蔡总统我可以跟你泄题啦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专访 我第一题就问你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我问韩国瑜的题目我一定拿来问你啊 我问韩国瑜的题目我一定拿来问你啊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我都泄题啦 但是蔡总统他是 他完全都不接地气啊 这不晓得老百姓在受苦啊 你花那个几千亿去纾困 你去年一千亿买疫苗就解决了 你不解决 然后现在花几千亿 那几千亿有花在刀口上吗 有三分之二能漏接 来来来 02363995 来 236395 我们的空音电话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这个梅花你会唱吗 对于这个三级警戒延到7月12 你有什么看法 就两题 然后让大家自由的发挥跟补充 02363995 贝利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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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北的金博宋 真不爽 来唱个梅花来 梅花见人想着我们 微微的大中华 好 真不爽撑到7月12你的看法 来 我觉得大家都很可怜 快受不了了 你的状况讲一下 还是得要撑下去啊 与其发一万块给大家 拿两千块去哪里莫德纳 或是买D&T不就解决了吗 不用那么贵啦 哎 几百块就有了 台币几百块 多的算手续费 给他们 多的算给他们手续费嘛 好 那真不爽 我问你 你去年有领到纾困吗 没有啊 那你今年领得到吗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只有育儿的补助 可能会领得到吧 啊 你有小朋友啊 对 那是国小几年级 幼稚园 幼稚园 所以是一万嘛对不对 对啊 我还是建议说拿去买疫苗 剩下给他们当手续费 都没关系 拿疫苗回来大家都解套了 可是曾不爽 有些朋友他的小孩 是国中高中 更会花钱的 结果反而没有补助啊 对啊 包括什么补习班什么都挺 如果要指考的那些 那些学生不是很可怜吗 对啊 还有指考 好 谢谢曾不爽 谢谢你 来来来 请讲来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 舊的蔡英文的 蔡总统的一个宣传海报 上面写良知 然后挺辣台妹 我觉得他应该跪在他 海报面前懺悔 良知挺辣台妹 好 了解 谢谢曾不爽 他也不是妹 只是台而已 是这样的 这个曾不爽 我一定要跟你 反映一下 我也不认为他抬 我也不认为 不抬那就搞不好 大概都没有 好 谢谢谢谢曾不爽 因为那个是 包装啦 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吗 蔡英文在拉台妹论坛 讲说 我的强项就改革了 我问投蔡英文的人 他的政绩是什么 也没有人跟我讲 他的政绩是什么 他改革什么 他当了五年多中 他到底改了什么 我看那个绿色媒体称赞 啊 那蔡总统对我们有够好的啦 蔡总统他发明这个伊利益修 伊利益修是民进党2018年 都大的事情 他又拿来称赞 好 我是在看 看的 看的这部 我是看的要匹配 伊利益修烂到这样子 然后他说这是蔡总统的政绩 我这一边看一边笑 我实在是来来来 你好你好 又烂到这样子 你好你好 林柱哪个姓你好 基隆姓毅 毅先生 毅小姐 你怎么不这样 你也好了 你这夸子谁 基隆毅 哈哈哈 来 来 来 看你要唱 你好自为之 看看徐大明刚唱哪一段 你就唱哪一段好了 来 我刚刚没看到他 我们那时候卡住了 哦 徐大明他是唱梅花的副歌 好 就是最最高亢的那一段 来我们听一千万来唱一下 再来 看哪遍地开了梅花 有土地就有他 冰雪 风雨我都不怕 他是我的国花 哇 这有年过 后面有闭嘴 闭嘴是正常的啦 不是这个是有会唱的人才会 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谢谢一千万 谢谢 抽奖抽没到 就是要卡定位你唱歌啦 抽奖已经抽完了 我知道 好啦 谢谢啦 一千万来 给你補充钱 要说什么 我希望说那纾困 每人发一万 两万我是感觉较不可能 一万他可能不会这样做啦 嗯 但是 希望政府有听到你的 你的那个节目啦 可有可能 你讲这被我漏气 他也会听到今天 政府这个防疫 不会做到这样啦 对啊 底层真的很惨啦 蛮惨的 你觉得两万不可能就对了 一万都不可能了 我觉得 好 谢谢一千万 再见 拜拜 拜拜 还基隆信义 你来这段 这是我们的版首 你在聊天室看到那个易雅金就是他 好不好 来来来来 02363995 来贝利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公伟公伟你好 大家好 您住哪个姓你好 楼雄姓罗 罗先生 我梅花我从小学 参到中学 罗先生你的声音怎么这么熟 大学就没有参了 你跟昨天台高不是一样 因为那时候 啊你以为我这样子听不出来啊 因为那时候 啊罗先生 梅花已经缓公大陆血了 你那些技术太坏了 高雄姓罗 你跟我来这一头 你没有办法逃过我的法医 啊你 你长到卡而已 叫我吐槽而已 今天又跟那些名字 又要卡 不要这样啦 罗先生 你要乱你去百位乱 我这给别人卡 啊你就卡过 我会起生地 我会说 基本的 基本的 規则有 都给你卡就好啊 你刚才开场 讲的台词跟掌 不是同样 妹妹 你是 你是 你是当作我宿家的喔 啊你打来就 就一定要让你讲 你有call in的自由 我有挂电话的自由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自讨没趣呢 又不是说我们两个在聊天 这么多人在听 这么多人在看 你就一直打 你现在是什么 基本的 我们就要大家轮流来说 轮流来 我实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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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永和老孙 老孙你好 你好 先唱梅花来 梅花梅花满天霞 月人哪月开花 老孙你是 学生的时候会的吗 对 学校有教 国小 国小有教啊 应该是国小 国小或国中的时候 好好好 现在很像都没有人教 现在我不知道 因为学校还没那么大 所以不知道学校会教 好好好 来来来老孙谈下三级警戒来 三级警戒 因为之前公司是 现在加上班嘛 然后最近公司好像看疫情 比较缓和 就是叫我们全部回公司上班 那其实 其实像每天 蛮过的 蛮压力很大的 因为 你当初期上班 你不知道会把病毒 带回家给老婆跟小孩 其实每天上班 压力心理层面 压力蛮大 老孙我问你 你在家工作 跟进公司工作 有差别吗 还是有差吗 这怎么样还是有差 我生活上工作没差 就是生活可能要不能去哪去哪 然后可能久久再出去才买一次 基本上是还好 那你们老板的决定是为什么 如果说假设你们walk from home的这个整个效能跟这个绩效是一样的 他干嘛一定要等到公司上班 这就不知道 可能想说现在疫情比较缓和 谁跟他讲疫情比较缓和 他一起看指挥中心 可能也是看数字 对啊 问题是那个数字是真的吗 对啊 我们也是很 去上班也是很怕 但是你又不能不去 对啊 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因为心理层面 每天很心惊胆跳 这是真的 可是那你基本的防疫的SOP还是要做啊 对就是戴口罩回家消毒 那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是不少 应该很多 对就是最近我发现人跟车都变多了 对应该还蛮多的 好 谢谢老孙 谢谢你打进来 拜拜 大家就开始 所以听有没有我没有要为斐宣传 你看看人家怎么解封的 你看看人家怎么普筛的 你看看人家怎么清零的 我真的觉得我们像没有要清零的打算 你觉得我们的蔡政府有要清零的打算吗 也就是说连续14天 本土零确诊 然后大家就解封 这个叫清零了 连续14天 本土零确诊 然后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政府有这个打算 我看一下他没有 这很奇怪 来来来来 我们再结尾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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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住哪贵心你好 我畢姓张 我住台北 张先生来先唱个梅花来 我就不唱了 嘿 好那你要讲什么 我觉得我是25岁开始出国 我现在60岁了 我从来没有拿到台湾的护照这么丢脸 嘿 因为以前出去 他的护照非常的觉得光荣 是 现在觉得真丢脸 这国家变得又穷又笨 又穷又笨 嘿 是 笨是因为说 我们已经看过中国的文革 我们已经看过中国共产党 红卫兵 嘿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国民党 就输了红色的共产党 嘿 现在又输绿色共产党 哈哈哈哈 连输两次啊 绿共他也打不赢 他打不赢 那这我们的国家被 这些人洗脑洗到这么蠢 嘿 又穷又蠢 人家进步成这样 从这个 防疫开始 这个疫情开始 我们整个输得一塌糊涂脱裤子 了解 而且还不愿意承认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要先承受问题 了解 好 那这个国家真的很痛苦啊 张先生那你为什么跑回来呢 你不是25岁出国 为什么跑回来 没有 我在国外做生意 我的本 本家还在台北 不是 你现在人在台湾还是在国外 我在台北 你现在人在台北 好好好 已经已经三四年 这是二十七八年都在飞 飞到这两年呢 一直在台北 出不去 也没办法做生意 好好好 了解 我看过四十几个国家里面呢 我们进步是最可怜的 你说跟其他各国比这样子 是 我们以前去大陆 我1988年去大陆 我们简直是在那边跟网一样啊 那个钱真好用 我们现在去啊 我们是穷人 我自己开公司 我算是有钱人 我去年我自己觉得我是穷人 你开公司你都还觉得你是穷人 那我去怎么办 穷人 穷人的穷人 太可怜了 这个一个月花三万 都不足以来救这些可怜的人 你说是三万人民币吧 三万台币 你说发钱哦 对对对 听懂 一万块钱是在招逃我们 嗯 这个国家是该死啊 政府应该该死 好 谢谢张先生 谢谢你打进来 谢谢 因为我们本来四十分要进广告 我觉得张先生讲得很好 让他延长讲两分钟 谢谢张先生 我们先进广告 回来再接客运来 菲律晚餐 我是陈徽文 我真心的希望蔡政府 当然我们今天的本土确诊跟死亡的这个 这个数字呢都有下降 这当然是个好事 但是因为交证回归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容我讲一句这个心理话 610条人命 610条人命 在蔡总统的超前部署下 顽固了 我希望这610条我们的同胞的性命 能够提醒指挥中心 你有很多东西没有做 你有很多东西做不好 不要让这610条人命白白的牺牲 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 都是我们的家人 也许下次牺牲的是我 也许是你 这610个人他们做错了什么 他们 带人办会共甘三人 都没有啊 他们都是善良的老百姓 他们做错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死 所以我问你嘛 是天灾还是人祸 现在610条人命 已经不能挽回了 那你从这一个多月 将近两个月的三起警戒 你发现我们的防疫 是指胡的吗 是骗人的吗 超前部署是假的吗 那是不是应该赶快改进 刚刚在前节节目 这个call in的朋友说 换指挥官 我说不对啊 我插了一个嘴 我说怎么换指挥 换总统啦 换指挥官不好啊 如果还是民进党 还是蔡英文这种人在执政 你换100个指挥官还是这样子啊 就面对问题嘛 我们就是 我们整个防疫策略就错了 不要再宣传了 拍什么纪录片 记你个头啊 到底要记录 根本疫情都还没结束 你就在拍纪录片 找三立 找discovery 拿我们的钱去拍纪录片 蔡英文拍 指挥中心也拍 拍那个叫什么我们 你疫情都还没结束 你在庆祝什么 还选在武汉封城的那一天首播 你到底什么毛病啊 你跑去人家的伤口上面撒盐 你封城一周年 我来播我们的这个战役权记录 你这什么心态啊 什么心态 结果现在610条人命走了 来来来来 我们来借口音 不好意思 我来说一下 来来来 哈啰你好 喂 你好你好 北帖吗 是是你住哪个贵姓你好 我台北小强 小强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也很熟 没有没有真的第一次打 第一次打 我前阵才接过一个小强 你刚好叫小强 也叫小强就对了 来来来 小强来 来先唱个梅花 来 梅花梅花满天下 人人桃月开花 好 来小强你想讲什么 请说来 我想要讲的是啊 就是 我的行业比较特别 我是做当铺的 这阵子真的是 还蛮多人都会拿他们东西来典当 然后问他们就是说 也没有办法生活不下去啊 可是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就说 其实应该是这纾困的事情 应该是政府要做的 而不是我们民间在做的 因为我们收人家典当东西 想实在也是 就是收他利息 他数不回去便流荡 你没有产生这样的经济的流动 我们也卖不出去 不大家一起倒 这是我想讲的啊 小强 我可不可以讲说 因为这次的三级警戒 你的生意比较好 可以我这样讲精准吗 可以啊 我可以直接跟你讲啊 大概 应该比我们之前 大概多了六成 我到11点开都还有人要拿东西来当 晚上11点多还有人要当东西啊 有啊 可是你刚讲说 他们东西如果数不回去要流荡的话 你也卖不出去啊 就是因为你经济没有流动 那没有人要来买 我不是得 我的钱也借出去了吗 那事实上应该是 政府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产生经济流动 把钱发出去 去买疫苗去做对的事情才对啊 你都不去做对的事情 反而民间在做你政府做的事情 我要你这政府要干嘛 小强说你做这一行以来 就是最近的生意的变最好 可以这样讲 对但是其实我并不想是要这样好 我想是经济好 大家是拿钱来当 他去做生意赚更多钱 这是我想要的 我有听懂 你这样的想法是正确 就因为你们之前 当铺也有分大月跟小月吗 有 你们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你说你们的业绩什么的 就多六成这样的 来点当的多六成这样 对啊 了解 谢谢小强 大家加油啦 要坑 好谢谢你 谢谢小强 谢谢小强 刚刚讲的很好 他不想发这种财啊 你看我们社会有这么善良的人 都不想赚这种钱啊 因为疫情 而他 他点当的多六成 他不想这样 他希望是 大家都有钱 大家都经济好转的 然后大家在这个 当铺啦 流当 典当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赚取他们该有的利润 他不想发这种财 叫政府去买疫苗 叫政府去紓困 政府就是没办法 是的 来来来来 02-363-995 飞利晚餐你好 是 你好 霍元兄你好 您住哪个姓你好 我住台北 我姓黄 黄先生 是 你要唱梅花吗 当然要唱啊 我这年纪一定 一定要唱的嘛 对 好 梅花梅 花满天下 月任他月开花 好 来来来 黄先生你想讲什么的 请说来 我想 刚刚好多 我们的同号都说 这个 应该纾困的金额 一万啊 两万的 可能一万都不够 要发到两万 不会啦 他连三千块都不给你的 我们还要拿一千块 他就给他换三千块 他怎么可能给他一万 你讲是那个去年的三倍券 那个 是是是是是是 好 然后给个给个给个 领个纾困金 就被挑难 挑难到什么 哎呀那个 很难 黄先生你有去领吗 你说那个 纾困金 你去年有领到吗 没有没有没有 那今年呢也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是连续两年都没领到 没有没有没有 都没有 因为我自己当一个小老板 所以你根本资格不服 是是是是是 那这一个多月三级警戒 你撑得下去吗 我因为我做的是有关于物料 所以是还好 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 我有很多很多朋友 他们餐厅啊 什么这些 全部都撑不下去了 很多 包括什么 这些 只要租房子 要做 做生意的 大概我看都撑下去了 好 那个成本啊 那个租金 那个费用实在是 好 谢谢黄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打来 拜拜 拜拜 看看人家第一线的朋友 遇到的状况 刚刚这个小强 做当铺的 生意变很好 黄先生 人家朋友做餐厅的 大家都不好 好像少数有比较好 但是其他各行各业 他刚刚讲嘛 黄先生讲说 你要有房租的 你店面你要跟他租的 你就跟他修而已 你就没法照 你看不到尽头嘛 他5月28 6月14 6月28 现在已经延到7月12 谁跟你保证7月12 就结束了 你不知道啊 政府也不敢冒这个险啊 好 所以就造成这个 大家的这个预期心理 然后就变成奇运 就变成奇运 叫你普发你又不要 然后纾困4.0 那我们政府发的很多 我就跟你嘛 发了820万人 这是行政院的资料 不是我乱讲的 820万人 換句话说有1500万人 什么都没拿到啊 1500万人 什么都没有了 来022363995 北里晚餐你好 北里晚餐你好 你好 你好 高雄姓王 王先生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 来来来 先来个梅花来 看哪片子开了梅花 有土地就有她 雨雪风雨她都不怕 她是我的国花 梅花梅花满天下 好 谢谢王先生 来来来来 你想讲什么来 这样啊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嘿 这个蔡小姐啊 嘿 一定要害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员 嗯 都打到目的不足手段 是 我周围的人啊 我是三球 这个三级啊 我是开启示的 嘿 现在不到两次 嘿 很多人 你看他没有听到人家去自杀过的 嘿 嘿 嗯 我们就是说 革命革命不了了啦 只要说希望我们这国人啊 嘿 能够壮尽之强 处变不尽 是王先生你去年跟今年纾困有领到吗 我都有领到 都是三万嘛 对不对 都是三万 我是不止三万 我还有其他的补助 好 只是说 悲哀不知道在哪里啊 好 找不到一个答案 是 好 我们只有讲到那一种啊 风雨升星星啊 是 高雄下大雨啊 现在高雄下大雨啊 下大雨 好 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又要积水了 哇 那幸好韩国瑜已经下台了 哈哈哈 喂 加油 啊 谢谢王先生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我听到王先生说高雄下大雨 那至少支持韩国瑜的韩粉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來來來來還有五分鐘 那個 易雅基因徐大明把08刷起來 昨天在佑正的節目刷的那個 那個08 因為我們這廣播不能不能講那個字 08刷起來 來來來 刷到7點就好 來來來 08 那昨天有看佑正節目的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來 022363995 來貝利晚餐你好 哈囉你好 喂 輝文你好 你好 我是高雄姓趙 來先唱歌吧 來趙小姐來 來副歌 那當然 那當然 趙小姐你平常有在練對不對 沒有啊 我以前讀 我是初中的我不是國中的 我是初中最後一屆 那我們讀書的時候我是合唱團的 那我剛就說你這個有練過 你是練家子 練喔 我本來都會唱 我是四年級生 對啦 我是說你本來就是有歌唱的底子 你懂我意思嗎 你剛唱大家一聽就知道了 你也不像我這種破羅賞子 你這個整個發音咬字跟那個 那個是跟你的音質有關係 對 你這個是專業的 聽就知道 我以前是做總機的 好好好聲音這麼甜美 謝謝先生 謝謝先生 對對對 來我補充一下 來趙小姐請講 我其實對現在的教育很痛心 是 我都很希望說韓國瑜可不可以出來說 可不可以帶領著我們 可是我又怕他受到傷害 是 現在疫情搞成這個樣 他根本卻哪天出來都不敢出來說話 那第二點就是說 孔子說教育失敗殺天下 殺天下 全部我們整個台灣 會被民意黨的教育 一定會搞到泡沫化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 不知道你的看法怎麼樣 那三級警戒你的影響 你這個 你是說什麼東西影響 就是三級警戒對你的生活 對你的經濟什麼的 我本身的工作沒有影響 工作我依然在做 而且我的 我已經打疫苗 我已經打了 疫情我打了 因為我跟 我跟醫院是有關聯的 我的工作是跟醫院有關 有關聯的 謝謝趙小姐 謝謝你打進來 謝謝你 大家加油 不敢不敢 大家加油 謝謝 趙小姐 趙小姐歌唱得非常的好 這個一聽就知道 這個唱得比伊亞真好 唱得也比徐大鳴 沒有 因為伊亞真跟徐大鳴 都是我的管理員 都是我的扳手 跟他們開開玩笑 謝謝趙小姐 謝謝大家 因為不到一分鐘 這個call in我們今天就接到這邊 我們下個禮拜 還是會繼續開他們call in 要讓更多的朋友 有他的這個 一個發聲的管道 把心裡的話講出來 那蔡總統會不會聽到 我不寄望 我寄望的是 能夠喚醒一個是一個 能夠喚醒兩個是一雙 有更多的朋友 能夠體會到 到底我們國家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才是我的初衷 謝謝 下禮拜見 拜拜 歡迎 我有有賣 不到 我有 兩 ceux walksロープ 都在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